好知40億元興建的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將會在下個月21日開幕 開幕時每日可接待4,500人 樂園佔地57,000平方米 共有27個室內及戶外的水上遊樂設施 以人造沖浪池及多條滑水梯作主打 場內設有無邊際泳池 兒童遊樂區及餐飲等設施 整個水上樂園可容納9,000人 水上樂園開幕的頭兩個月 成人票價是320港元起 小童票價225元起 今日下午5點開始接受訂票 票價會因應季節調整 相關的調整日後會在網上公佈 許洋公園副主席龐建宜說 票價相宜及吸引 但拒絕透露門票價格上限 因為始終是全亞洲唯一全天候的水上樂園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有很多優勢 希望有少許浮動 讓玩家可以及早上網訂 亦可以留意我們的網站 看看有甚麼不同時期的優惠 龐建宜被問到會否要求遊客接種新冠疫苗 他說會跟隨政府的防疫指引 水上樂園的興建工程在2014年展開 原定在2017年的時間就會落成 後來因為工程問題 經歷幾度延後 最終在今年投入服務 香港商部記者梁希賢報道 有很多新冠疫苗 在這裡也有很多現金 那又是有很多新冠疫苗 有很多新冠疫苗 人們從來都會選擇